LAYO 了世紀天天不可行 大家好我是LAYO 今天來看西班牙人對上蒙古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這場比賽MBL選擇到了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特色是他的火槍射擊速度非常快 不然是火炮火槍射得很快的文明 他的遊俠路線是比較特別一點是正常選滿的 但是他的一些能力讓他遊俠出的更輕鬆 而且是他兵工廠不需要任何黃金 所以他可以省下大量的黃金去點出遊俠 而且每點一個科技還可以增加20塊的黃金 西班牙人來說他的節奏是相當好的 城堡時代可以打火槍 西班牙征服者透析可以打遊俠 封建時代的節奏比較差 這個工兵不能升奴兵 所以沒有這種工兵轉騎士的打法 所以會比較安心一點 但是還是要特別盤範西班牙支撐西陣打法 因為這個打法是很容易直接秒殺新手的 但是以高蹲場來說沒這個問題 基本上高手們不太可能會直接打直層西班牙征服者 這個實在太少見了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蒙古這邊 這邊是H-O-A-N-G 香港了應該是香港玩家 這邊是選擇了蒙古人 蒙古人的特色是他打野速度非常快 所以他先起打棒棒開局或是肉馬開局 都是有肉類的優勢在 特別容易按得出來 蒙古人城堡時代還是比較適合打馬公 或是打草原騎兵 甚至走落頭路線也可以 或是走寶兵蒙土都是ok的 但是就是要看這個遊戲的節奏是如何 如果你遊戲節奏不好硬要打蒙古人 你可能挖死頭就直接讓自己經濟暴斃了 直接被秒殺的可能也是有的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兩邊的經濟 那現在看到黃金位置 一個在左邊一個在右邊 左邊有塊大祖金 目前黃金位置好像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現在看一下MBL這裡 MBL這邊的黃金左邊的位置很糟啊 因為這個黃金的話應該還行喔 是稍微可以圍一下是沒問題的 但問題是要該怎麼打左邊跟祖金這個位置的黃金 前行是超級難守 左邊還是一個超級廣闊的大平原 沒有木頭 感覺被地形殺的幾率是很高的 好那這裡蒙古是三個人房 下17匹點下 唉呦點的比較多匹喔 點到19匹 你是蒙古人卻這麼慢點是因為這個鴕鳥 太慢推的關係啊 來到了19匹 好19匹點完 MBL家裡 鴕鳥也推的差不多 還有一頭沒有推是不是 那暫時還是有問題 好 OK那現在這個鴕鳥都推完了 蒙古人升級上去要打什麼呢 現在肉來到了500多 經濟非常的好喔 肉多多 開始補木頭了 那現在西班牙人這邊上去是要打射箭場 想不到吧 剛才講 公兵不能轉奴兵 直接走了公兵路線 還開始挖黃金喔 這一看就是我要打公兵了 哈 蒙古表示 你這個西班牙打什麼公兵 不怕被制裁嗎 哈 MBL老師 我不怕 我在紅牛邊已經獲得了9000塊美金 現在回來了 我什麼都不怕了 沒有後顧之憂 西班牙出公兵也是沒問題的 好現在公兵出場 這邊肉馬兩邊高打第一兆元 互相傷害一下 但蒙古怎麼一臉無想要直層啊 我要直層你不要這樣好不好 不要這樣 直層下去買賣一下 賣了兩百石頭 但是石頭沒有辦法挖 就意味著上城堡時代並沒有 這個 蒙古土技可以打或插寶防守的能力 好這裡拉了一堆村民過來直接挖黃金 那待會蒙古一上去直接馬就 就蓋騎士就好 所以這邊再挖個木頭 蓋個馬就 這樣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防守來說的話 MBL這個時間點也不可能打進來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的不可能 他要是打得進來我就把 好沒事 這個Flag還是不要亂利益比較好 好那蒙古人這邊點下城堡時代了 城堡時代點完 這裡騎士 總是草原騎兵 不是騎士 草原騎兵還是適合蒙古 畢竟一上去就有血量加成 待會再點個品種 這隻村民本來是要前置嗎 前置沒錯 前置一個修道院 這邊是並沒有先解掉家裡的問題 而是先選擇了前置修道院 這邊兩隻草原騎兵也解掉家裡的騷擾問題 這些草原騎兵 打著打搓著搓 躺著躺 射掉射掉 剩下4滴血 漂亮 待會再拿回去繼續補血 這一波打得有點突然 怎麼又繼續戳進去了呢 現在城堡打封建 MBL家裡經濟亂糟糟 蒙古這邊節奏帶得非常非常好 西班牙這邊被迫點下來一擊的步兵鎧甲 想要來擋下對方草原騎兵的優勢開局 殘血的草原騎兵拉到這邊補血 草原騎兵這邊 戳到了一槍 繼續給壓力 蒙古這邊村民甚至不按 我就是ALL IN草原騎兵跟你打到底 反正我在用這個黃金買賣一波 那你有點一擊挖金嗎 沒點 漂亮了 蒙古這個打法沒有點一擊挖金 待會就會很窮了 這裡直接買了 215 繼續按草原騎兵 村民繼續不按 現在村民經濟已經差距來到了快一倍了 38對22 只差了4村 6村才對 差6村 就是村民一倍的差距了 OK 那現在西班牙人 要趕快想辦法 上城堡時代 這裡最好的辦法 就是靠買賣 趕快升上去 那你用槍兵手 這個時間 是很難守住的 牧場也是很難擋 好 草原騎兵過來 直接想要守司這個亮王塔 但這個亮王塔 後面有槍兵守軍 那蒙古這裡不遠了 直接跟你上去 一戳戳掉 草原騎兵在這個時間點 雖然是真的多 後面攝女 稍微攝了一下 拉走 好 血量再把他拉回來 攻兵現在沒有辦法 給到蒙古人太大的 態度的壓力 安比爾樓這裡又補下了一個 一個新的劍塔 那這裡要不要買一下食物 升城堡時代呢 感覺石頭是不能斷的 但是如果不斷石頭 經濟又很差 好 蒙古 這邊要來前置工程器製造所 沒意外的話 這邊選擇應該會是頭石車 配上草原騎兵 安比爾樓則是補下了第三根劍塔 這裡草原騎兵好像有要衝的意思 好 左邊三根劍塔 唉唷 這裡三根劍塔直接劍起來 防守效果是非常非常好 不怕這個村民沒有地方可以躲 這裡光躲就有15個單位了 OK 蒙古人果不其然是選擇了頭石車 而不是衝車的路線 因為頭石車才可以在比較遠地方 好 穩定拆除這個劍塔 但是劍塔來到了三根 現在要處理也並不是那麼好處理的 這個頭石車的部分 要處理劍塔的話 可能還是要一直拉村民在後面補血才行 可以看到這邊血量掉得很快 直接半血了 MBL 這邊只有兩個人在挖石頭 村民過來稍微秀一下劍塔 左邊戳一下 一槍戳死 城堡世代 還有30秒左右的時間 MBL 陣上去要怎麼打呢 好 左邊草原騎兵抓到了一波大碗的 這波戳又戳掉了一堆村民 村民差距又拉近了一些 MBL上城堡世代 也不能打工兵 打騎士的話 又可能會被對方秀 打這毛兵也是不行 還是要先來挖石頭吧 趕快把這個城堡給挖出來才行 好 又拉了一些聰明刀 後面想要去伐木嗎 還是我們先點個修道院呢 這裡對於MBL來說壓力非常大 三台投石車 但是這裡 撿掉一台頭車 這裡面的村民被打噴出來 趕快應修 但是西班牙人這裡 被砸掉一堆村民 這根劍塔最後還是拿下 這兩個劍塔能夠守住嗎 點一下森鯉 森鯉點不死 殘血投車 來修一下 現在西班牙人石頭還是歸零 MBL 經濟炸裂了 蒙古這邊村民出 22對33 全OIN4的打法 蒙古不耍套路啊 這個套路對MBA來說會有用嗎 投車砸了一發 蒙古繼續 不種田只挖金挖木 打的就是極限經濟配置 那他這個配置要是玩什麼 波西米亞或是 打這個 緬甸的飛鏢騎兵啊 木晶類型的 這個寶兵單位可能會更好 這個經濟配置 但這個經濟配置是需要肉的 所以你可能還是要去種個田才行 不種田的話 真的是生活很難支撐這個大量的肉類 光靠買賣會越買越虧 看到這邊肉已經來到160塊 MBL這邊應該有觀察到這個市價 肉非常非常的貴 賣一個肉可以賺87塊錢 賣石頭才9C而已 MBL這邊蓋TC 可能很難蓋起來 甚至蓋不起來 結果轉出的是傳教士 傳教士被砸了一發直接倒地 一隻草原騎兵都沒招響到 吐了 真的是吐了 走勝率路線 招響 差點要被射死 走車這邊拍要小心 傳教士繼續往後拉 結果還是拍了一下 但是又躲掉了 但是斷了招響之後 這個草原騎兵可能會戳死 果然搞定了傳教士 哇這一波 投資車真的是有點麻煩 暫死無解 左邊這塊黃金 現在土金控制住 西班牙人這邊轉生旅應戰 這次終於要招響到了第一隻草原騎兵吧 結果為了躲投資車 這個生旅又斷招響了 結果後面村民還在被追殺當中 這一波終於招響到了第一隻的敵方單位 草原騎兵獲得了第一隻 好現在蒙古這裡 要繼續推進的話 但是還是要依靠工程器械才行 草原騎兵數量也要繼續續起來 但現在蒙古這裡並沒有 去補這個肉 所以草原騎兵現在按不起了 太貴了 肉已經價格非常的誇張 來到了買一片肉 要166塊錢 非常昂貴的肉啊 好那現在蒙古有點不太知道該怎麼打 那為什麼繞到左邊呢 這邊是為了要投這裡 黃金礦的村民 好兩隻草原騎兵走了進來 又繞了一下 打了一下彩晃地的村民們 好這根箭塔 三根箭塔守住了這個區 好蒙古這邊突然開了TC 突然想要走回一種嗎 好NBL 兩隻傳教士 逼蒙古 至山 超人騎兵 那現在一聲旅出來 蒙古這邊可能要轉肉嘛 沒有農田 就轉不出肉嘛 好投資車一直在找一個風水寶地 哎呀抓到黎村 NBL 這邊要趕快找機會點下救贖思想 防守才會比較輕鬆一點 不然現在很難搞定啊 只能拉傳教士過來補血 並不能招搶投資車 實在是很難受 好這裡傳教士不繼續往下嗎 但NBL其實也不太敢去直接招搶村民 因為只要招搶村民的話 會進入這個CD時間 就不能去防對方的馬啦 所以剛剛在下面只是繞了一下 稍微招搶對方草原騎兵 讓對方置地而已 好現在兩邊都是你看我看你 投車這邊有出來一台 防守 這要預判成功了嗎 NBL成功預判成功了 漂亮 剛剛就想說這個好像預判到了 好蒙古這裡 所以他的救贖思想是沒有敵 所以 這個一發投資車砸爛 OK這一波打得很好 草原騎兵直接抓掉投資車 NBL經濟開始有呼吸了 好蒙古這邊也補下第三個城鎮中心 那沒意外的話 這裡會變成兩邊開農 NBL作為遭享主力的一個畫面 那這邊蒙古要有抵抗能力的話 現在要等 這個肉馬出來 NBL怎麼送掉了這兩個 好家裡的投資車問題 終於要拉村民來解決掉了 好這邊傳教士招了兩村 直接拉回來 兩邊村民稍微有 平衡了一點 好村民過來 回頭招這隻僧侶 你招我的村我也招你的村 好但是如果你進入了招祥C時間 草原騎兵就可以過來扁人了 趕快拉過來去追一下 但是後面有第二個生女出來 要小心 結果左邊的村民又被砸到 這個招祥並沒有斷 草原騎兵可能會被招祥 要走了要走了 好下方這裡要來壓寶 西班牙人這裡還差一百石頭 但走過去應該就到了 這裡壓寶可以考慮壓這個位置 可以直接控兩個TC 好 突然壓在這個中間的位置 好這裡被壓寶的蒙古人 哪裡防守 是對應直接跟你對寶 你蓋我也蓋 但是西班牙人這邊有建築 工作效率加30%的效果 所以很有可能兩邊會同時蓋好 但是蒙古這邊果然 村民都還是反超過去 抓了一村兩村 三村 三村 有點疼啊 結果是抓了兩村而已嗎 好像不只喔 好那現在兩邊都要按炸烏桶嗎 MBL沒按炸烏桶 現在蒙古一大堆村民在這裡面沒有動 而且也不能射對方城堡 因為貼得太近了 沒有這個近射孔科技 是射不到對方城堡的 好在MBL 家裡的問題還是繼續被騷擾當中 好拉來一隻 頭車跟僧侶 找人騎兵過來 好這裡不爽了 直接拉村民過來 哎呦生女才能被投死 但是這裡有拉村民 好繼續遭翔 但是要小心頭車的傷害 這裡預判沒有成功擊倒這隻生女 一滴活了下來 後面草原奇名可能會被遭翔趕快跑 好這一把頭石車應該要被拿下了 拿下之後應該就沒什麼後顧之憂 直接手撕這個修頭車的村民 拿下了 好這裡要遭翔到草原奇兵了嗎 趕快讓草原奇兵單獨行動 不然會被生女拖慢移動速度 好後面蒙古轉出來的東西是衝車 那MBL趕快轉出西班牙征服者 因為西班牙征服者打衝車的傷害 並不是一點傷害 而是有其他的額外增傷的效果 好蒙古這裡在右邊補下一根城堡 西班牙在左邊也補了一根城堡 你插右邊我插左邊 這樣我們就是好夥伴了 好兩邊都是一個相同動作 好蒙古人這邊是兩台衝車 成功的把這根城堡給拆除之後 好家裡這個工程器製造手也要搞定了 好現在兩邊並沒有大動作 都是你看我看你我們兩個經濟都很差 我們先對農一下如何 MBL表示現在開打對我倆都沒好處 我還是先用傳教室 趕快你們的內心吧 OK蒙古人這裡點下了一級射 要來壓寶 好蒙古一級射點了 二級射也點了 打這個是蒙古圖技的壓制 蒙古圖技打西班牙征服者 其實效果很不錯 現在攻擊速度夠快 火槍攻擊速度沒這麼快 好那前提是蒙古圖技的數量能夠多一點 好還有這個 帝王時代三級射跟化學 也要趕快找點到 這個優勢會越來越越來越巨大 好這裡三根劍塔 都可以用這個城堡去補傷害 瞬間拿掉敵方劍塔 那MBL這根城堡也是順利拆除掉了這根城鎮中心 臭命大會可以稍微往後拉一些些 但MBL最希望就是看到蒙古把說明拉到野外去伐木幹嘛的 好沒有TC我就可以射爽爽 好現在成功突破這裡的防線 三根塔已經拿下 MBL家裡的防守是靠生旅跟火槍的一個搭配組合 好現在兩邊又在休息當中 都在點經濟科技 好MBL這邊開始往外搬家囉 好這波森旅遭翔 成功遭到了幾個 好火箱終於開始來嗶了 抓到了幾隻村民不錯 但這邊這個TC也被拿下了 這裡拉了非常多的村民過來修衝車 風車的血量很快就被拉了起來 現在蒙古這邊有蒙古古奇的數量 已來到了七隻十隻 哇瘋狂量產 這裡壓力非常非常大 西班牙人點下了品種 這裡嘗試用火槍去點後方的西班牙征服者 OK點掉了一隻 第二隻也點掉了 好點正面的 再多點 說明這裡想要修理衝車 但是修不起來 MBL這裡順利的 手下這個城鎮中心 好 蒙古在這邊點下了彈道學 暫時MBL沒有太大的問題 蒙古人在城堡時代的壓制力 肯定是會比地獄時代少很多了 好往左邊走要撞城堡來看一下 這個城堡撞的並不冤 好那現在進攻受到了阻礙 蒙古這邊要專心回弄嗎 好兩邊的 遠程單位互射一波 好蒙古圖技現在往左邊跑 現在蒙古人 村民宿還是落魄於MBL 你看到77村對上41村 MBL走的還是比較經濟一點 蒙古這邊又在為了打這個 所有的歐音室打法 面臨大段村的一個窘境 村民宿只有41村 這邊要上帝王時代 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 那蒙古要在這個時間點 要怎麼打贏對手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用蒙古突起 把對方打到想投降 那就贏了 所以現在蒙古 這邊就去給壓力 看可不可以給到MBL大量的壓力之後 他就會投降 那看起來MBL的火槍部分 是沒有打算要投啊 火槍數量一直蠻穩定的 有數量但不多的一個狀況 好這邊滴打高 扛了很多城堡的 那這個西班牙征服者的傷害 全部殘血 剩88地而已 這一坨兵 還是蒙古 西班牙征服者就直接上去點了 點就完事 好這裡西班牙人點下跟蹤技術 蒙古人點下一級的工兵鎧甲 右邊的蒙圖又過來了 好西班牙征服者在這邊互射 但右邊又有一個小型的打鬥 MBL已經把TC開到對方家裡去了 難道這邊點地龍之後 打霸權手撕對方TC嗎 跟蒙古突起 這個有點浪漫啊 好西班牙征服者現在數量起來之後 就不怕蒙古突起了 蒙古突起現在沒數量 就只能被追著打 好但是右邊又來新的一坨 這裡是一個雙線進攻 就再次成功抓掉了MBL的村民 好這裡蒙古火槍過來 兩邊要對射了嗎 怎麼出來 就正面開射了 這一波的甩槍 甩到後面看起來蒙古人又烈士了 這個沒辦法 沒有按村民就只能城堡打到底了 好下方這裡蒙圖繼續按MBL 火槍也在對射 好現在MBL的村民數已經領先了 快要一輩子村民數量 只差四村左右 這邊按村民的積極度 是大於西班牙征服者的 可以看到這邊西征數量 並沒有一直被量產 反而是村民一直按 按村民 比按西征還要勤奮 那對手蒙古這邊突然意識到 哎呀這個不 不繼續按村民好像不行 歐因斯打法有點被控制住了 這裡直接被插了一根堡 後面經濟直接開花 好西征直接拉近 結果被蒙圖射掉兩隻西征 哇這個拉近好像是在送兵 好MBL點到了帝王時代之後 不是帝王時代 還沒有點帝王 點到九十二村之後 開始補了大量的西征 但是這裡蒙圖也在到處獵殺當中 好連下面的城堡也在按西班牙征服者 好這波蒙古突起也不演了 直接到你的TC底下 開始抓村民 蒙古打的算是很兇很兇啊 好蒙古現在 初民宿四四八村對上MBL九十村 西班牙征服者還有八隻 怎麼看MBL都好像是很穩的那一方啊 蒙古這邊雖然一直有在集結 但是只要西征一直在甩槍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啊 回頭就給他一發 就給他個一發 就可以一直點掉這些殘血的蒙古突起 好MBL喔 西征服務按繼續三根堡一直按 一直有在拉弓 去躲蒙古突起的箭矢傷害啊 好看到這左右兩邊西征全被射倒 上方這坨幣並沒有打算要撤 又回頭就去跟你對打 但這波好像是蒙古的失誤 怎麼直接走到人家臉上還不拉弓呢 好MBL點下來二級伐木跟手推車 經濟準備要來大福起飛囉 好這裡有一個進去開槍 西征現在有點難打囉 數量差距有點大 但是被對方點發也是很難受 這真的是標準的互相傷害啊 好二邊西征來到一個高達地的位置 繼續偷射這裡黃金礦的村民 現在蒙古人木頭有點爆裂 來到一千多的木頭 好最後這一坨蒙土 又快要被火箱給解決了 好右邊這裡直接高達地 解決掉右邊的蒙古突起開始在佔村民 蒙古人這邊村民樹 並沒有大幅增長村民樹 反而是MBL 這邊都在按親奇病的升級了 好城堡又要挖一棟 挖一棟出來是要繼續插寶嗎 好西班牙征服者 由時越來越大了 MBL可以說是用西征10拿9穩的 好但是蒙古受不了 終於打出了GG 我們恭喜MBL拿下比賽勝利 最後只靠了西征擋住了蒙土的策略 還好他沒有去打這個戰毛兵去防守蒙土 但是打戰毛兵也是稍微能擋 但是要有主動權的話 打西征還是更好一點 可以看到這邊西征直接佔了一大堆的村民 直接殺了12村 蒙古人經濟直接炸裂 我們來看一下最後MBL拿到了資源上的勝利 黃金稍微小輸一點 但是後面有三勝物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幫我下記訂閱 我們下次見囉 各位掰掰